魏无羡这样的人,他看一眼就会心动 前世魏无羡死前,他们认识有四五年 他不可能没喜欢上,他应该早早就喜欢上了 甚至爱上了,这份感情持续了四五年 应该刻骨铭心,深入骨髓 为什么后来还是护不住魏无羡 而是整个仙门百家都讨伐他,逼迫他 甚至眼睁睁看着他身死到消 这逼迫他的人中,应该也有顾苏蓝事吧 最后,将魏无羡召回来的也是聂怀桑 聂怀桑敢召回来,也必然是具备了保下魏无羡的能力 所以即使聂怀桑被人称为废材 也许修为永远比不上他蓝忘机 但是聂怀桑的能力和权力,是他永远也达不到的 聂怀桑带着整个聂家护卫无羡 他而他仅仅只有一条命,情意在重 抵不过现实的无奈 而且聂怀桑还成全了他与魏无羡的这份情 也许今生他和魏无羡要在一起 想两人的路好走些 还真的需要聂怀桑这个盟友 蓝忘机放开了魏无羡 对着聂怀桑行了一个大礼 聂怀桑也不谦让 他也知道蓝忘机为什么会如此 他受这一礼也不容易,付出也不会少 魏英,清禾涅士的确不错 赤丰尊刚正不阿 对门人弟子赏罚分明 若是你能加入涅士 涅士兄弟定然会善待你 你的确可以不聚云梦将士 蓝忘机愧疚地说道 同时他决定了一些事 他不会让自己永远这么被动 处于这样无能为力的地步 蓝战 魏英,我会一直在你身边 不会让任何人伤你 除非我死 蓝忘机握着魏无羡的手说道 蓝二公子 魏兄加入我涅士 我涅士不会亏待魏兄的 也不会足你二人的缘分 不断如此 我一定会协助魏兄查明真相 还魏兄一个公道 甚至我觉得这个世界该变了 属于我们的时代该到了 聂怀桑说着眼中闪现出了熊熊烈火 聂怀桑想着前世他用线射术将已经死了十数年的魏无羡照回来 便说明魏无羡有过人之处 不仅是与他有这份同窗之情 更重要的是魏无羡能办别人办不了的事情 所以现在他不惜一切会将魏无羡笼络落到自家来 我若能顺利脱离云梦江市 会考虑清和涅士的 魏无羡说道 继续说温家灭门之事 灭凶大财 能亏报一半 而知全貌 真是让人叹为官职啊 呵呵 魏兄 过奖 过奖 灭怀桑摇着扇子 不好意思地说道 魏兄将金单剖给江婉淫了 一般人会觉得 这样还云梦江市的养育之恩已经足够了 魏兄就算重情重义 应该也知道 修习这样的法术 驾驭凶师厉鬼 必然会被世人诟病 却还是孤注一掷的修习 非要将温氏给拉下马 可见温家对云梦 甚至对魏兄本人的伤害欺辱 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我觉得很可能 余子渊也没有 若余子渊在 她能凭借梅山于世的力量 余子渊本人也强势的不行了 魏兄应该不会强出头 如此铤而走险 孤注一掷吧 若余子渊也没了 想必云梦江市也灭得不剩什么了 就江峰年和余子渊这样阴险恶毒的人 不可能自己死了 而护着门人弟子 一定是这些炮灰都没有了 他们最后也死了 至于魏兄 你为什么活着 很可能就是江峰年 留给江婉吟最后的一个死士了 你的天赋 恐怕江峰年比你自己还熟悉 他牺牲自己保全你 恐怕就是觉得你比他更有用 有利于云梦江市 结果证明的确如此 给江婉吟剖单 魏江市报仇修习轨道 江市重建 恐怕也是你的功劳 以及也是你报了温情姐弟的恩情 而堵住悠悠之口 最后功成身退 谢莫杀驴 鸟进攻藏 所以 魏兄 你只好香香玉允了 魏无羡和蓝忘机 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似乎觉得这就是真相 而且隐约似乎 记忆中真的有聂怀桑说的这一幕幕 聂 聂兄 就算你说的云梦的事情合理 那 那 别的家族呢 别的家族为何要与温氏对上 魏无羡说道 听到魏无羡这个问题 聂怀桑脸色马上就沉了下来 他今日能与魏无羡 蓝忘机这样交谈 也算是推心致富了 于是也不再隐瞒 冷冷说道 我家与温若寒有杀父之仇 我父亲之所以刀毁人亡 就是温若寒动了手脚 先门百家乏温 我聂家绝对守当其冲 什么 魏无羡和蓝忘机 惊讶地看向聂怀桑 还请两位保密 聂怀桑说着 对着魏无羡和蓝忘机拱手道 魏无羡和蓝忘机 两人点头保证 温家会对蓝氏做什么 蓝忘机问道 魏兄 蓝氏可发生了什么事情 后来谁掌权 聂怀桑问道 蓝湛似乎很忙 在我生命快要消亡的时候 一直忙很多事情 好像整个蓝氏的事情 都是他在处理 魏无羡说道 西尘歌呢 难道因为西尘歌 蓝家才会罚温的 聂怀桑惊讶道 不会 没有 魏无羡两人同时说道 蓝忘机则想道 若是他大哥在乏温之前就出世了 那他成为蓝氏的宗主 必然会护魏无羡一二 而不是眼睁眼地看他被人逼死 灭怀桑也瞬间想到了 若蓝西尘在摄日之争前就出世 蓝氏必然是蓝忘机掌权 以蓝忘机对魏无羡的情谊 魏无羡不会到这个地步 若蓝忘机极力维护魏无羡 那他镍氏八成会与蓝氏统一战线 那魏无羡就死不了 在观音庙中 我宪设回来之后 我看到了泽吾君 被金光瑶控制 魏无羡说道 观音庙 聂怀桑立即快速地将魏无羡记录 观音庙中的一张纸翻出来 魏兄 你是说 你见过金光瑶 在观音庙里 聂怀桑问道 嗯 一个矮小的 长相秀气的男子 画 画出来 聂怀桑激动地说道 哦 魏无羡疑惑地提起笔画了起来 脸的轮廓刚画出来 蓝忘机对聂怀桑说道 听学第一天 拜师的时候 站在你旁边的那位 被众弟子嘲笑 我兄长还为其解围 孟 孟瑶 金光善的私生子 金子轩生日那天 被金光善一脚踹下来 后来投奔我聂家的 我大哥不计较他的出生 还非常器重他 孟瑶 金光瑶 好 好啊 我总算找到你了 聂怀桑愤恨地说道 心里在计划 如何把这个将来会害死他大哥的人 给千刀万剐 法温之战前 我兄长好好的 宪设后也提到了叔父 叔父也是好好的 父亲 魏英 你可记得 有什么关于我父亲的 蓝旺基问道 没有 没有关于清衡君的记忆 魏无羡说道 魏兄 你这你写到你最后 将你在乎的人 写在一张纸上 忘记一个就画掉一个 你以后和蓝二公子结尾道理 他父亲应该是你在乎的人 那纸上可有清衡君 聂怀桑问道 没有 魏无羡说道 那很可能 蓝氏与温氏之仇 就是清衡君 我父亲一直在闭关 嫌少出来 蓝旺基说道 若是蓝氏出了重大的事情 清衡君不得不出来 为了护你们 聂怀桑说道 蓝旺基想到自己的父亲会出事 心里一阵钻心地疼 尽管他与父亲不怎么亲近 但是 这是他一直渴望而见不着的亲人啊 有他在 蓝旺基觉得有依靠有支柱 难道这支柱 这依靠很快就没有了吗 若是聂家 蓝家 将家团结在一起要攻打温家 还有为兄这样强大的修为坐镇 拉下温室还真的不是天方夜谭 聂怀桑说道 所以为兄人生的第二个阶段 这样设想应该也算是合情合理的